Dial now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想要来介绍一下Goyard 就是一些款式的分享 然后主要就是今天有 三个小包包 大小包包 架起来总共有三个 然后还有两个小皮件 然后这一款呢 購物袋呢 大家應該就是不陌生 然後呢 基本上我覺得它真的重量很輕 甚至好像 因為它沒有拉鍊 所以感覺比我的那個long chain的包包都還要輕 它裡面是防布的 而且它這個防布的感覺不是那種 我們購物袋那種防布是有一點 似乎有一點防水的 但它外面是可以防水的 這個是無庸置疑 然後呢 它們家原則上來說 我覺得就是很輕 算是一個我蠻欣賞的點 再來就是說它比較低調一點 就是不是那種很多logo的這樣子 然後呢 容量也算很大 然後輕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 它這邊是不是好像比較似乎比較細的一點 所以我會比較擔心就是 會不會沉重不夠 但是我看網上還蠻多人都是分享說 它基本上都用了好幾年之後 那之前也有看到一個youtuber 它就是背很很重 所以就是也有斷掉的那個 那個就是狀況 不過我覺得那個youtuber甚至少數 再來就是有一些人說會溶膠 那我覺得溶膠有可能就是你使用的環境啊 太熱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又或者說有可能是 就是每一批每一批的製造的過程當中 可能是 就是品質上的一些 算是問題這樣子 那原則上大部分 就是可能是個案啦 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都覺得還算OK耐用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我這一款就不多介紹了 那它放 它這一款是小的PM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有三個尺寸 但是正常來說大部分知道的都是小的跟大的 但是小的這個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叫它中號 然後它另外有一個XXL 就是超級無敵大的 那像我158公分 我覺得我背這個PM的就是小的size 就是大家說的中號已經是非常的OK了 就是夠大的 然後加上如果 其實它可以放我13吋的電腦 然後基本上如果你要放15吋 其實也是放得下的 然後呢它裡面雖然是淺色 不過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怕髒的話 就是可以用那個 就是內袋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說怕 可能會 就是治安不好的地方 可能會怕偷東西還是什麼 沒有拉鍊沒有安全感的話 也可以用內袋 或者是束口袋 那原則上像我自己用弄拳包的話 基本上我都很少在拉拉鍊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自己要小心吧 像我都會夾得比較緊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可能會放一些包包 或者是圍巾 放一些外套或者是圍巾在上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有一個束口袋 那還有就是它這個小包包啊 其實是可以放得下手機的 就是即便是外面這一格 都可以放得下手機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還蠻方便的 這個 這個是可以拿下 這個包 這個小包包是可以拿下來使用的 所以就是等於是有兩個小 一個大包一個小包的概念 然後它裡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夾層啊 就是一個夾層這樣子放東西 然後也是淺色的 好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原則上收納的時候 就是這樣 收起來 其實還蠻小的 然後肩背沒有問題 對 好接下來呢 想要再介紹的是這個小包包 然後呢 你有發現這個小包包跟這個小包包 根本就是 同一個Style來的 就是感覺是它的進階 這一個 是這一個那一袋的進階版的感覺 然後剛好兩個都是黑色的 這個的話呢 它其實 外面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有三層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小袋子 外面這個小袋子呢 放手機是沒有問題的 對 放手機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放手機 可能要拿東西 比較沒有那麼方便拿 然後打開裡面就是這樣 它就是有三個夾層 這邊一個夾層 然後這邊可以放卡片 這邊 前面也一個夾層 然後也可以放卡片 然後 中間這個夾層啊 就裡面就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內夾這樣子 但是我個人 我個人比較在意的點是 因為我就是比較完美注意 所以比如說 錢啊 我可能還是會放在一個小包包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不想到這裡是 因為錢 其實如果你們用淺色的皮夾 應該都會發現說 內層都會髒髒的 那這個的話 其實有時候 有的人會覺得 看 沒看到又沒有擦 可是我自己看的 我就會覺得很礙眼 所以 錢髒的話 放在這裡面 這個可能也會髒掉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 顧慮的點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 OK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它就是 它就是有附這個帶子 然後原則上 它這個帶子啊 是直接這樣穿過去 然後綁住的 但是我個人 因為我158 這樣子背是有點太長的 然後 那個Sales就教我說 有的人是會怎麼交叉之類的嘛 然後 那個Sales是 還有教我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 這邊 這樣子扣起來 就是把它 這樣子 兩邊 扣起來 之後 然後 就 直接是這樣 就可以背了 然後啊 我覺得 我就是有發現 我這個 LV的肩背帶 也可以拿來用 就是可以把它 剛好可以勾在這裡 但是 可能要這一個配色 會比較合適一點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自己變換 然後只要有 好就可以了 即便是我覺得我這一個 也可以拿來用 可能 也蠻適合的吧 對不對 就是剛好這樣子的配色 就可以斜背 就可以斜背 那原則上其實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 好 這個棕色可能淺一點 但是其實沒有仔細看 看不出來 我一度認為 他們只是皮的那個邊邊不一樣而已 對 然後這邊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長一點 那我覺得 就是這個就是 男女生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 就是 買了之後啊 可以跟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一起用 這樣子 而且他旅行的時候 就是放那個 什麼 放護照也可能 剛好 就是是放得進去的 所以 還蠻多人喜歡的 而且之前好像有一個那個 EPI的 就是一個 操牌的 設計師也有背 因此 就是他就整個變超級紅的 對 他其實容量是 不是大包來的啦 那再來就是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比如說 你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 綁 就是 扣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當 更活用他的那種感覺 然後 附的背帶就 直接藏在裡面 這樣子 好 然後 再來 是這個水桶包 水桶包 最近就是超級火紅的 然後他水桶包啊 我覺得他水桶包特別的地方 呃 他下面是正方形 正方底的 然後 裡面是 這樣子 那你有看到他 他就是邊邊 這裡有一個扣子 然後下面也有一個扣子 所以 等於是 你可以拉下去 然後 扣住 那像我身高158的話 我其實是 一邊 一邊扣在上面 這邊扣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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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邊 是扣在下面 就是等於是 一個扣上面 一個扣下面 這樣子斜杯剛好 那如果你想要短杯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短杯的話 就是兩個都 都扣到下面 就變成短杯包了 我覺得也蠻 蠻 蠻可以活用的 對 你看他蠻好裝的 基本上 手機 裝進去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想要放 可以看一下 太陽眼鏡 然後化妝包 我的這個體育傘 是比較大一點的 你看這樣空間還是很大 而且基本上他們家原則上就是 就是 重量真的超級無敵輕的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 迷倒超多人 而且我覺得包包如果真的太重 你會不想 就不會常用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包就是 就是 算是單價上也蠻不便宜的 可是 就還是很受歡迎 我覺得是有它的原因 然後 然後又可以防水 就好 相對低調 對 不過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就是看個人啊 對 那我個人是 我自己也還沒有買過他們家的東西 但 這就是最近剛好幫 朋友買的時候 才就是錄了這個坑這樣子 好 這個先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是這個 算是長頰 大家好像都是買 就是 原則上他們家就是分顏色的價格 基本色就是這個 棕色還有這個全黑色的價格 是比較便宜 那其他的像什麼 綠色黃色紅色白色 那個是特殊色 而且我覺得特殊色的價格 跟基本色的價格 其實差蠻多的 對 好 這一個長頰呢 蠻特別的 它其實這一邊是可以放錢 而且他們家裡面都是黃色的 就是 包包的內裡都是黃色 就是只要是皮革的話 就是黃色的 對 它這邊還有一個夾層 然後你看這一個夾層 我想說 哇這可以放超級厚的錢 因為它不是放錢的 它主要是想要讓你放手機的 所以你這邊 它是硬硬的 所以它手機之後 然後更放錢 然後這樣子 一個長頰 對 容量還蠻多的 這邊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卡夾 然後可以放紙槽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皮革 是蠻軟的 而且是光滑面的皮革 那這邊還有一個夾層 可以再放錢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這一個啊 也蠻特別的 而且我覺得它 唉怎麼講呢 算是 算是一個 它是我 心目中 理想的 皮甲Size 你看它就這樣子 而且它放卡六張 左右邊 這邊還可以再放 重點是它這邊 也可以放錢 可是呢 這個就是完完全全就是 只能放歐元 像我們台幣啊 它跟港幣是完全放不下的 但是 有的人就是會 把錢 我大概示範一下 你看這個 這樣子的Size 是不是就有差 那其實這邊的錢 我是有看到網友分享說 就比如說我拿港幣 一百塊好了 有人是會這樣子摺 然後把它放進去 但是你就真的不能放太多 不然這邊可能也會很膨 那其實 我們在香港 使用現金的機率還蠻低的 所以通常都不會帶太多錢 那或者是 但是我也有看到人家分享說 它就是這樣子放 然後這邊就是放一些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發票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錢就這樣子 然後就那邊會折到 沒有辦法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子放 也是OK 它這個皮夾的Size 大概是我最喜歡的 那 是也可以去歐洲的時候 你就等於是 你去歐洲玩的話 就不用換錢包 就是直接可以把錢放在這裡 然後反正你去那邊 你也不可能用到台幣或港幣 就可以把它抽出來 這樣子 對 大概是可以 這樣子做變化 那或者是可以學別的網友 就是 這個如果是這樣子折 然後放進去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 崩欸 就是 有點崩 它會這樣開開的 如果你放的比較多的話 可能就會開開的 就好像想不到什麼方法了啦 就只是這樣子 就可能你的錢會有凹到 那 像我以前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 現在已經覺得就是OK 就是要凹一下 但是如果說你要 它很平整的 還是要這種 比較方便 就是直接放進去 而且都看不到 但是有的人不喜歡 出現 就是卡被看到這樣子 所以其實都看個人啦 只是說 這個尺寸我真的覺得是我最理想中的尺寸 但是它沒有 它就是這樣子 它沒有的 沒有吸扣也沒有那個扣子 所以 就是看個人 然後它這個是特殊色的 就是是紅色的 欸 早紅色啦 柏根蒂紅 對 那所以這個是屬於特殊色的 然後裡面是皮革的 不是帆布的 所以它其實這個單價其實也不便宜 好像是5850這樣子 港幣 但是它的 就是如果 我覺得在台灣可能不實用啦 因為 在台灣 畢竟也還蠻常都要用到現金的 那除非你就是把它拿來當一個超級卡夾 就是真的只放卡 因為你這邊也可以 你卡片也可以直接就是直接這樣子放進去 就是兩邊都是只放卡 對 然後 沒有什麼錢 或者錢就是 像我一樣 如果幾張而已就塞在這裡也沒有所謂 對 然後這邊就可以 嘟嘟這樣子 也蠻好的 好 大概就是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看就是比較 細節圖的話呢 可以到我的 部落格去看 然後我會把 部落格的文章連結放在 資訊欄 大概就是這樣囉 掰